HELLO 英雄說書的觀眾朋友你們好 我是說書人阿瑞 替大家帶來精彩的英雄故事 還記得上回我們拍了介紹海軍大將三本五十六的影片 大家在底下留言區討論得非常熱烈 今天我們也來講個同期的名將 不過他厲害的地方不是在戰場上發光發熱 而是一位敵後作戰的高手 沒錯 他就是日俄戰爭時期 在歐洲最火熱的超級情報員 同時這支影片剛好也是我們每月一次的台灣列傳 想不到吧 不知道各位觀眾朋友有沒有去過林森北路附近的林森康樂公園呢 你會發現園內的榕樹旁有兩座大小鳥居 但他們並非什麼神社的遺址 在這座公園出現之前附近曾經埋葬一位日本時代的台灣總督 正是本支影片的主角明石 大的鳥居就是與他的墓地一起修建的 話說在日本統治台灣的51年當中 台灣人民在求學就業乃至於政治上都遭受許多不公平的待遇 我們之前講未水勿風林家的影片中也有聊過一些 這段期間總共出過19位總督 又以第一任華山之記 第四任兒育元太郎 還有末代總督後藤新平最為大家熟知 本片的主角明石元二郎呢 他是第七任總督 雖然過去在歷史課本上知名度比較低 但是來台灣之前呢 曾是日俄戰爭中的大英雄 擁有不下於乃木西點東鄉平巴郎的評價 來台灣之後因為個人品德出色 加上連結公正 比起其他18位學長學弟呢 名石相對來說比較少負評 最特別的是呢 他是日本時代唯一一位在任內過世 並且留下遺言歸葬台灣的總督 今天我們就一起來聽聽他的故事吧 公元1864年 明石元二郎呢 出生於日本九州福岡凡的一個武士家庭 在兩歲那年呢 他的父親啊 卻因為被人密告 支持秦王倒墓 只好切腹自殺謝罪 從小呢 有母親扶養長大 元二郎啊 上面還有一個哥哥 一個寡婦要照顧兩兄弟喔 非常辛苦 相傳呢 他母親以優秀的刺繡手藝為生 每天還督促孩子學習論語 並且再三提醒啊 你們都是武士的孩子 一定要光明磊落 不能做讓身份謀羞的事情 明石呢 後來選擇進入陸軍士官學校 一路讀到陸軍大學畢業 有趣的是呢 從一些史料上看來 他在樹裡外語的成績啊 特別優秀 法語呢 甚至還考過全年級的第一名 或許是因為語言能力的緣故喔 明石元二郎大學畢業後的隔年 就被調往參謀本部服務 也在那裡呢 遇見了有 日本諜報運動之父美名的川上操六 開始學習諜報相關技術 明治27年公元1894年 明石被任命前往德國留學 然而求學期間呢 碰上了中日甲午戰爭 中央下令他歸國之緣 配屬到禁衛師團擔任參謀上衛 而彷彿命運早就註定好了一樣喔 當時呢 這個師團是由北白川公能久親王率領 1895年5月29日 在台灣東北角的奧底登陸 進行勤搜任務 明石元二郎呢 成為首批抵達台灣的日本軍方單位 他大概想不到喔 日後呢 這座島嶼竟然會成為自己的長眠之地 短暫停留台灣後 明石元二郎呢 終究回歸到能發揮他外語長才的崗位上 接下來的五年間 他先後擔任法國俄國瑞典等地的駐外武官 除了在當地蒐集情報 也運用參謀本部交付的巨額資金 在後方呢 支援當時還是俄羅斯帝國境內的革命運動 使得這個龐大帝國陷入混亂 難以繼續和日本作戰 講到日俄戰爭呢 額外補充一下 日本雖然經歷了明治維新運動 國內政局煥然一新 然而俄羅斯畢竟是一個龐然大物喔 日本一直都盡量避免和他開戰 譬如在馬關條約中 接受俄德法三國的干涉 勉強同意讓大清啊 用錢贖回遼東半島 但後來呢 俄羅斯對於遠東區域的動作 越來越明顯喔 還派軍隊駐紮在滿洲朝鮮半島 拒絕撤離 這引起大清和其他列強的不滿 當然啦 與朝鮮半島相鄰的日本呢 更是倍感威脅 終於在明治三十七年 公元一九零四年 日軍攻擊了呂順港 掀開日俄戰爭序幕 而早在戰爭開始前兩年呢 明石元二郎就已經前往聖彼得堡 表面上呢在公使館工作 暗地裡則進行諜報任務 當時明石主要負責調查 俄羅斯的兵力部署 西伯利亞鐵路的運輸能力 開戰時如何破壞鐵道等等 然而這些諜報工作啊 隨著日俄戰爭開打 兩國斷絕邦交 用來掩護身份的公使館呢 被迫廢除 明石元二郎只好移動到瑞典 斯德哥爾摩繼續任務 同時呢 他也晉升為上校 成為日本在歐洲諜報機關的最高負責人 轉移根據地之後呢 明石的行動更加積極 他知道必須加速分化俄羅斯帝國 才有辦法替母國在遙遠另一端的 亞洲戰場創造優勢 他選擇去串聯大大小小的反俄羅斯政府組織 想辦法讓他們凝聚成一股革命浪潮 當時呢俄羅斯領土也涵蓋到今日的北歐部分地區 境內呢至少有十幾個反動組織啊 譬如大家熟悉的社會革命黨 社會民主工黨 芬蘭社民黨 波蘭社會黨等等喔 光聽就知道喔 每個團體都有自己的主張 成員組成不同 活動的地區也不一樣 彼此間喔還有一些歷史恩怨衝突 想要整合他們的目標 那是難如登天啊 不過明石元二郎呢想到了一個解方喔 這個世界上呢沒有金錢不能協調的共識 如果有啊就用更多的金錢 明石呢親自撰寫一份詳細的資金運用報告 連當時駐英大使館的日本五官都願意替他背書 向政府呢申請一百萬日元的情報工作經費 公元1905年的一百萬日元是什麼概念呢 我必須要強調喔 歷史上的貨幣價值呢是很難純粹比較大小的 相關的文章啊僅僅能提供你一些時代物價差異 以下呢舉個例子說明 今日的米糧價格呢是當年的7200倍 不過如果從國家總體預算的規模來看 當年日本的國家預算呢 又只有今日的12萬分之一 無論要從哪個角度切啊 都不能否認喔這筆金額的確是天文數字 而主動爭取並且被賦予權利運用這一筆款項的人呢 就是明石元二郎 到了1905年1月 俄羅斯境內啊可說是遍地烽火 工人學生走上街頭發起大型示威 警察憲兵隊忙得焦頭爛額 造成數千人死亡的血腥新奇天事件呢 也發生在這時候 而新年期間呢 剛滿42歲的明石 仍在斯德哥爾摩根據地 他接到我軍方的喜訊 地球的另一端呢 乃木西點大將率領的陸軍第三軍 攻陷了難攻不破的要塞呂順 照理講這是值得開心的事情啊 但也許呢是對將來戰爭的不確定性感到憂心 明石呢寫下了一首漢詩抒發情感 在用盡一切機關計策之後喔 抬頭看著天上明月 內心大概都會覺得茫然不知所措吧 但是作為諜報總指揮官喔 明石元二郎沒有太多時間感慨 他配合國家的戰略 馬不停蹄前往日內瓦巴黎漢堡等地 從事分化工作 還購買了兩萬四千艇步槍 四百二十萬發子彈 準備運往俄羅斯資助革命黨使用 同一時間呢 日本軍方再次傳來解報 這回啊是東鄉平巴郎率領的聯合艦隊 在對馬海戰大勝俄國海軍 如今講到日二戰爭 我們往往都會記得 相比之下呢 明石元二郎他在歐洲喔 搭火車躲避敵國特務的追捕 好像氣勢上呢就弱了一點 幸好啊明石呢他有寫詩當日記的習慣 在某次從巴黎前往柏林的路上 他發現自己被便衣警察跟蹤 幸運逃脫之後呢他就留下一首詩 今夜不知何處訴 明朝晴雨洗幽間 這種不知道能否看到明天太陽的心情 或許呢就是情報人員的最佳寫照 關於明石元二郎歐洲的精彩經歷呢 在日本國寶級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小說 《板上之雲》中也有發揮 後來還翻拍成電視劇 描寫明石呢身懷巨款 搭乘火車要去和革命黨人列寧會面 策動他回國發起革命 這兩人呢在歷史上確實見過面 但是不是如小說中有過那麼戲劇性的對談呢 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近代網路呢流行一種說法 強調明石的攻擊甚至比東鄉奶木大將還要巨大 我自己是認為呢 這三人對於日俄戰爭的勝利都非常有貢獻喔 缺少了誰呢日本都會很痛苦 就不要用貶低他人來抬高自己喜歡的偶像吧 日俄戰爭呢最後是在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介入之下 讓雙方和談作為下台階 明石元二郎呢也奉命返回本土 他對於沒來得及看到俄羅斯帝國瓦解喔 是有點遺憾的 他在1906年呢又有短暫派駐德國 但此後就再也沒有踏上歐洲 日俄戰爭結束 明石元二郎呢晉升為陸軍少將 他的下一個任務呢是被派往朝鮮 擔任第十四憲兵隊長 當時朝鮮喔還是日本的保護國 到了1910年發生日韓病河事件 明石呢又調升為憲兵司令官和警務總長 協助朝鮮總督對於殖民地實行軍事化統治 他總共呢在朝鮮待了六年半 也曾指揮本地的憲兵對於非法集會進行取締 據說啊明石元二郎呢晚年曾對朋友表示喔 那一段助韓經驗帶給他不少感觸 日後啊來到台灣才能夠往好的方向去發展 明石在朝鮮的任務啊是1914年結束的 到他1918年來台灣之間呢 有人形容他是被困在軍方的派系鬥爭當中升遷困難 作為一個情報體系出身的將軍 總會被人家質疑啊 你上過戰場嗎 spice算什麼軍人啊 他是不是因為心灰意冷喔 才轉而來台灣放手一搏呢 順帶一提在明石接任台灣總督前 原本有另一個職缺啊是陸軍第一師團長 大家都覺得他有機會地補 但沒有想到最後呢 卻是被派去管理台灣 這麼具有挑戰性的任務 但或許呢是明石過去頂級情報員的經歷太特別 所以消息傳出來喔 台灣當時的新聞媒體都紛紛報導 這可能會是有史以來最值得期待的總督了 而他也在上任前呢 公開表明 除了以戰略角度去看台灣 我們更要尊重台灣既有的文化與習俗 營造親密且圓滿的關係 光是能提出這一點呢 就和之前的六任五官總督有非常大的不同 明石元二郎在台灣的任期是一年四個月 扣除他後來臥病的時間大概剩下一年左右 但他展現了不同於歷代總督的熱情 用滿滿的行動力去建設這座島嶼 明石呢他不是靠標新利益來吸引注意力的人 對於政府原先重視的政策呢仍然努力執行 譬如日本時代很重視的衛生、教育、交通三大方向 衛生方面呢他推動下水道工程 普設醫院制定總督府醫學學校規則等等 教育方面呢也在初等教育以外 實施中高等教育與技職教育 當然啦殖民政權喔 最讓人詬病的國語教育呢也包含在內 交通方面呢則是以公路鐵道的擴增為主 他延續執行前任的中央山脈橫段道路計劃 宜蘭縣鐵路的建設等等 答案是啊明石元二郎呢有他特別的地方 譬如他注意到女性的受教權 發布了台灣公立高等女子學校規則 而且呢很重視尋釋地方這件事情 用一年不到的時間呢就跑遍了全台各地耶 這在歷代總督中呢也是十分罕見的 直到今天呢你還是可以從我們生活中 許多有形無形的事物上發現明石元二郎的手筆 譬如他在任內開始籌建日月潭水利發電廠 並且呢用官民合營的方式創立了台灣電力諸事會社 這是台電的前身 在北回鐵路支線三雕嶺站附近的基隆河畔 還能看見當年明石替三瓜子隧道完工時的提字石匾 至成洞天地 然而因為這樣辛苦的四處分波 加上呢在任期內啊剛好碰到肆虐全球的西班牙流感侵襲台灣 公元1919年5月 明石總督呢還帶隊友淋雨橫越進水淫古道去巡視東部 在腸胃炎加上旅途勞累的多重壓力下 到了7月他的身體啊終究支撐不住倒下了 根據醫療團隊表示呢病因可能是流行感冒 併發肺炎 10月13日明石決定暫時回日本休養 離開前呢還特別嘱咐他的總務長官夏春宏 如果啊我發生什麼萬一請一定要把我葬在台灣 整支呢一語成稱 10月24日他就在福岡松本官邸病逝 享年56歲 明石元二郎過世後呢他的家人依照他的遺願 將遺體經由福岡門司港送回台灣的基隆港 據說抵達台灣當天是個細語迷蒙的日子 林舅從台北車站運回東門街總督官邸時 各部會官員社會團體學校學生都在街道兩側列隊致哀 而官媒台灣日日新報更以半版的版面報道葬禮盛大場面 不知道這個場景有沒有讓你聯想到什麼呢 沒錯台灣近百年來唯三位在任內過世的領導人 明石總督與蔣氏父子 他們人生最後的場景竟然意外的相似 我自己猜想啦 日本政府當時可能真的有打算順便利用這位台灣人不太討厭的總督之死 達成統治宣傳的目的 因此這次葬禮也辦得異常盛大 許多台人士生譬如孤顯榮 就出資了一萬元協助興建墓園 也就是我們開頭提到的林森康樂公園附近 不過日後該區因為都市規劃 總督之墓也跟著遷葬到三支香的福音山 對於畢生清廉自持的明石元二郎來講 大概沒有想過自己人生最奢華的場面竟然是在葬禮上吧 影片的尾聲我想起一些有趣的言論 聽過有人講 明石元二郎雖然是日本人 但他都願意買股台灣 蔣介石過世了幾十年還不願意下葬 這樣的對照其實有一點不公運 畢竟明石總督生前不只一次強調過 他想要以台灣作為長眠之地 即便殖民政府順水推舟 但這怎麼說都是死者的遺願 而蔣介石過世時 反攻大陸的夢想還沒有完成 他當然還期待有朝一日可以落夜歸根 這是人之常情 雖然上面兩人做出了不同的抉擇 但我認為同樣都反映出一種心願未了的遺憾 在明石元二郎崭新的墓碑上 留有一首悼念王妻的詩 陸入台灣撥引盡 春風出意固圓花 我突然有個念頭 袁二郎如果在天上遇到母親 會不會想問 媽 我這輩子還算光明磊落 應該沒有讓武士家族的民生蒙羞吧 觀眾朋友 你對於明石總督最後的遺願 有什麼想法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想要聽更多英雄故事 千萬要記得訂閱頻道 多多分享影片也是很大的幫助喔 期待下次和你空中再見 喜歡今天的故事嗎 英雄說書需要你的支持 讓好故事被更多人聽到 動動手指訂閱我們頻道 打開小鈴鐺 選擇接收全部消息 這對創作者的幫助非常非常大 如果你還想要給我們更多鼓勵 也可以掃描加入會員QR Code 用每個月一杯咖啡的錢 贊助我們的內容創作 這裡是英雄說書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